大家好 又是我 Po 76 的消息 今天來到我們 Studio 就是 B&W PI 8 旗艦級的真無線耳機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已經買到三種顏色 另外還有一個翡翠綠色的版本 要到九月下旬才有 那麼多顏色 我最喜歡的是藍色 這藍色真的非常貴氣 因為是 Mid Light Blue 它們之前的喇叭都會有這種顏色 今次會先和大家實施一下 它的音色之後的真無線耳機的功能 譬如說通話 連線運動畫等等 都會和大家逐一實施一下 如果想知道這隻 PI 8 旗艦的 入耳式真無線耳機是否李心水 記得看下去 未和大家實施之前 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鐘仔 記得按全部 因為你不按全部 Youtube 有芯片都不會通知到你 Pi 8 的盒子 裡面的配件都會拿出來 首先一定會有耳機 裡面有兩款耳膠 另外會有四款耳膠 在耳機上已經有一款小 或者是超小 還有一款中 還有一款大 然後這兩條線很重要 其實它這個盒子 也是一個無線發射器 一個Retransmitter 因為如果你玩iPhone 如果你用藍牙配對 只可以玩AAC 這個有阿叔的制式 如果你想玩Hi-Res 你就可以將這條USB線 接駁到iPhone 15 然後再經由它 將信號發射的耳機 你就可以享受到 APTX Adaptive 的效果 先說回Pi 8 的技術規格 接著到不同手機的實施環節 B&W的Pi 8 是一款真無線的入耳式降噪耳機 包括了12mm的碳膜動圈單元 藍牙版本是5.4 支援編碼包括APTX Adaptive APTX Lossless AAC 及SBC 配備了B&W 自己的降噪演算法 另外亦有環境聲音模式 每邊耳機都會來自三隻通話麥克風 另外包括ANC 收音麥克風 電池續航力 在ANC 下有6.5 小時 充電盒可以再加13.5 小時 15分鐘充電可以玩到2 小時 耳機亦支援QI 無線充電 藍牙音訊轉發器 亦有APTX 功能 顏色方面是亮黑、亮白、五夜藍 翡翠綠 售價是$3380 基本上如果你玩配對 一揭開它便已經進入配對模式 先用了Sony Xperia 1 Mk 6 來試試這隻耳機 Android 的電話上來說 我手上有的耳機 唯獨是可以有 APTX 的所有連接方法 亦有 LDAC 所以如果用 True Wireless 耳機來說 這個耳機是蠻棒的 耳機帶上去 今代的外觀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朋友覺得很新穎 但有些朋友覺得大隻了一點 但我自己來說蠻喜歡今代 因為本身的耳機面板有牌子 也蠻帥的 戴上去也不會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當然上代也沒有 所以這次來說 再有迫咸的加持 虛榮心有少許上升 所以這個款式我是OK的 大家戴的時候就記得扭一扭 因為這個面板 其實它的牌子刻意打橫印 都是希望讓大家知道 你戴了耳機扭一扭之後 其實這個牌子理論上應該是橫向對著普羅大眾 進入了設定之後 我們便進入裝置連接 便看到小塞Pi-8 因為之前我改過名字了 便看到它的高清音訊 就是APTX ADDACTIVE 已經開啟了 進入無線播放品質 會有 48kHz 和 96kHz 我們在Studio 這麼穩定的情況下 我們選擇 96kHz 因為耳機其實是支援 APTX ADDACTIVE 和 APTX Lossless 但是在機器裏面 其實沒有可以讓你設定到 究竟是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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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由於APTX ADDACTIVE 的狀態 如果連線是穩定的話 它便會自動跳去Lossless 因為Lossless 其實是16bit 44.1kHz 即是CD格式 理論上其實是會比這個ADDACTIVE 的24bit 96kHz 來得是低一點 不過因為行行Lossless 它的bit rate 反而比這個ADDACTIVE 高 正如我們之前玩HIRES 的耳機 理論上Ldeck 是990kbps 但如果去到APTX Lossless 它便是1.2Mbps 其實在bit rate 上 在APTX Lossless 是比Ldeck 高 不過它便是因為要保持穩定 所以它一定要有一個很穩定的無線環境 它才會自動跳著 而這方面亦是不能設定的 甚至今次我們看B&W的Music App 它亦是不能讓我設定的 但我們便進入開發人員選項裏面 看看藍牙的狀態 首先我們會看到現在是24bit 44.1kHz的 APTX ADDACTIVE 現在是10 i0-4Kbps 無線環境 接著是10 i0-4Kbps 無線環境 然後是10 i0-4Kbps 無線環境 以我来说八成都已经太大声 现在我会调到六成左右 如果大家在任何地方试试 只要你开启了 ANC 的话 你听平时听的歌 你都会听到 它的人声是很丰厚很暖的 因为本身这耳机的单元 其实是用它们旗舰的头戴式耳机 PX8 来做同一个物料 当然它的尺寸不同 但是你会听到人声的表达 那个温暖和那种丰厚 是之前你听过的入耳式 真无线耳机比较少听到 你直接听到B&W的喇叭 它的音乐又不是分得很散 它会把整个音场 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哼 就是像一般的音乐 现在陈凯永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它是人声为主 它都可以把整个舞台放出来 但舞台是小台 但陈凯永会看到它站得很前 还有很迷咪 你听到它人声里面的细节 其实在PX8上 它是呈现得非常之细节多 以及仔细的 这首歌就在KKBOX里面 其实都是24bit 44.1kHz 试完这个效果之后 老实说我自己都觉得 今年来说听真无线耳机 这一款的确是可以 去到一个多新的层次上的音色 它都三千多元 其实没有什么 有哪一个旗舰的教会 可以买到它新的 即使我之前已经试过 Sony耳机或者SEN XR耳机 它都未能做到那种人声的风口 其他那些就会用另一种性格来演绎 但是它是会听到一个很甜很暖的声音 这个听人的声音真的非常棒 我们现在就试试连接iPhone 试试用AAC来听同一首歌 试试它会有什么效果 现在这款PI8 在Pair 第二只耳机上 我觉得都已经进步了 因为之前Pi7S2 其实之前有说Pair 两部机都有点困难 但刚才很简单 我只要按两只耳机 几秒 五秒左右 接着它已经进入了配对模式 接着一按iPhone就已经连到 连接后耳机会直接说 Second Device Connected 再进入刚才那首歌试试 很厉害 这个iPhone 还更加是40%左右 已经有刚才的音额 如果对于一些喜欢爆机的朋友来说 这耳机肯定是没有投诉的 iPhone 出来的效果 你会听到有点无畅感 但鋼琴声都很铁 人声的表达跟刚才的Sony很不同 它会干净一点 中高音多一点 不是纯粹中音 中高音多一点 而且你会感觉到清晰一点 听到这个iPhone 很明显没有刚才Sony那种厚声的感觉 但就会听到一些细节 没有那么丰富 但都是很连麦很前的 其实都已经是非常好声的了 现在我们立刻试试 经过这个USB的解码 用Retransmitter的功能 看看这个盒子 究竟可以将声音质数增强多少 插了之后 然后把耳机断掉之后 现在它就会变成白色灯了 耳机和充电盒已经做好配对 然后直接把iPhone的声音 交给这个充电盒 充电盒就射到耳机听听 听听一听同一首歌 一开始小提琴的位置 无措感立即少了很多 小提琴的尾音 是硬了、干净了 但都是跟刚才一样 其实是一个干净的声音底 在iPhone上出到干净的声音底 我觉得都挺新鲜的 很干净的 就算这些钢琴声都很... 因为背景很黑 所以你会听到 这些钢琴声的细节都很多 完全是跟刚才AAC的时候 这些钢琴声的细节都会变得更清楚 就像它本身离开5cm 现在就能控制到2cm 你会听到细节 每一样东西的细节都多了 还有背景的 少少无措感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Hi-Rex 出来的效果 iPhone来说 其实它通常都是用这些高清解码 来出来的声音 很多时候都是十分之漂亮的 这一款PI8 的确是贵为B&W的旗舰的真无线耳机 在声音的质素上 真的没得说 已经跳升了一个真无线耳机的新层次 它其实都是有它们自己的调音取向 但在调音取向里面 它们可以找回B&W 传统的英国暖声 之余再加入这些细节 在Android 上就有一个 比较旧的B&W 声底 跟它暖甜 很慢 但在iPhone 上 你会听到细节还会更多了 这个也挺特别的 试声就试完了 先和大家说一下 B&W 的APP 究竟有什么设定 我们需要留意 耳机就连接着两部手机 所以在两部手机里面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 但如果大家要用到APP的时候 就需要有一点留意 你第一部接的电话 是可以用APP去控制它 但你第二部接的电话 就不可以用到APP去控制它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大家需要留意一下 进入APP 里面 首先我们会看到 下面有四个页面的 第一个主页 第二个是曲负 第三个就是search 第四个就是设定 到首页里 看到耳机的名字 接着耳机的电池 接着耳机的电池 幻境声音模式 这只耳机在ambient sound 它做的感觉是挺特别的 它不是像我们之前的真无线耳机 它是会开了一个收音咪 接着就把外面的声音收进来 它可以做到 类似你没有带耳机 这样去跟人聊天 跟人说话 这个我觉得就比起 之前那些收音咪的效果 出来的声音更加自然 而且你感觉上 是不像带着耳机去说话 尤其是在街上跟人聊天 这个效果就更加鲜明了 接着旁边就是离开 离开即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Noise canceling 没有ambient sound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即是耳机是一个被动隔音 其实在被动隔音的情况下 它的隔音效果都已经不错了 ANC的降噪 或者是ambient sound 都没有给你调调的幅度 即是强或者弱 所以我个人来说 它的ANC 其实它是做得比较保守 即是你开了ANC 不会是完全听不到人说话 仍然听到少少环境声 这个大家就要知道 我本身就订阅了TITLE 在这个APP中 所以我会看到我TITLE 里面的Playlist 这个Alpha的Recommended 这个其实就是我之前在 Pro76的Forum上 放了一条连续 给各位版友自己加上 心水歌 如果大家都想加心水歌 可以到留言 去问我究竟在哪个位置 加上连续 在旁边我们就会看到 设定里面 就会看到耳机多些些细节 例如像刚才电滴 进阶等化器 这个就是EQ 其实它有一个功能 很好的 叫做True Sound True Sound 这个其实就是 bypass 了耳机的EQ 你会把手机里面的歌曲 原汁原味 丢给Pi-8 对于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玩开音乐的朋友 如果你喜欢原汁原味听歌 我只要听耳机的调音 你击这个True Sound 其实出来的声音的音质 会更加清爽 另外装置配对 你会看到耳机 如果你连过耳机 都会放在这里 之前的代数 有很多朋友 都可能有听说过 它的面板控制 是有一个不方便的位置 就是它要转A&C 转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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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以用耳机 按键做的 但是今代就可以了 今代就是 在这个触控控制 里面有两个选项 有一个主动降噪和语音助理 或者是音量控制 虽然未做到很Telamake 但是它就设定了 左边耳朵可以用来 转A&C 主动降噪模式 或者通透模式 而右边 就是开启音啟动的助理 接着之后 下面有个串流的质量 这个串流的质量 其实就是说 App 里面 你设定了 那些串流的平台 究竟是用什么质量 如果大家有这支耳机的话 我建议大家有Title 或者它设定的App 你都在这里设定 因为在这里播放的歌 其实声音 会比你自己用App 再好少少 好了 Pi 8 的听歌部分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现在就跟大家去试试 其他真无线耳机的效果 究竟会是怎样 现在我们就想跟大家 试试一下Pi 8 的降噪效果 正常来说 我们应该就开着歌 给大家听 但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次 就会把音乐关掉 正是试试一下降噪效果 给大家听 让大家听听 不同模式之下的效果 现在我们先去离开模式 接着这个就是通过模式 即是环境声模式 最后就是降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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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不同模式 就给大家听过 那大家就可以看 这种不同的效果 在我们这条街上 究竟降噪效果 就是怎样 好了 现在小西在使用Sony Xperia 1 III 电话 和電話的另一邊Hugo對話 測試一下這隻B&W PI8的通話能力 現在身處大連排道的轉彎位 Hugo 請說話消息 我先說聽你的感覺 我現場來說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評測 都知道這個位置其實是有一些流水聲 其實流水聲我都聽到 但我聽你說話的音色其實都很清楚 因為有少少中頻猴底音在裡面 我這邊聽的很棒 如果你看到畫面 你知道我一邊聽你說的 現在比較小回音 因為剛才我應該設定到 80多90% 覺得都很大聲 我想現在大概是中間的聲音 聽你都舒服的 而且都清晰穩定 背景沒有雜音 不過那種聲音有少少是數碼的壓縮 但是通話來說是最好的 不錯的 我聽你都OK的清楚的 有少少電流聲 人聲裡面有少少電流聲 其實也沒有特別的 你聽到有沒有說 那些車的引停聲 都會影響到我說話 什麼都聽不到 什麼都聽不到 不過我覺得有些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好像最頂 譬如說人聲的時候 可能很興奮 或者很大聲說 那時候 它那一刻會有些硬硬的耳朵 可能我這邊比較大聲 我就調小一點 沒錯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的屏風說話 你就OK的 但是如果我突然說 嘩那邊很厲害 很大的巴士 那你就會有些爆聲 有些爆爆的 我這邊要調小一點 就舒服了 沒錯 有這個情況 但是如果你調小一點 我說話小一點 你就聽到嗎 那就舒服了 沒錯 今次這隻Pi-5的熱機 其實在那個 鋼燥的通話上面 其實它是有它自己的演算法 那不知道這個演算法 會不會跟我們現在說話 我收我的聲音都有些關係 那謝謝Hugo 今次的測試來這裡 那如果大家聽完我們的通話 有些什麼feedback 可以在留言裡告訴我 謝謝Hugo 那這隻耳機在那個 降噪的開關上面 就可以用到那個 耳機面板的觸控控制 那左手邊這個你按緊它 大概三秒左右 它就會將那個模式轉換 你按一下 其實它都會暫停歌曲 那就是說它是一個暫停歌曲 和按實距來做ambient sound 這個功能 所以大家如果使用上的時候 就可以留意 現在小室就在大連排 嘗試走過去這個 葵涌廣場 用這個aptX Adaptive 24bit 96kHz 的設定 來聽歌 就試一下它的連線穩定度 看看會不會在這段路上 會有影響 剛剛就過了後面的紅綠燈 位置了 這隻耳機 就算我現在使用aptX Adaptive 它都沒有失真 或者是降低bit rate的感覺 當然在 Adaptive 裡面 其實它會因應不同的變化 去降低bit rate 可以令到傳輸可以保持住 但是在這隻耳機上 我就不太覺得 它的bit rate大小的分別 所以高基本上 不會影響到聽感的體驗 都算是不錯 因為這麼高bit rate 這隻耳機要傳輸 都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連線的方法 它保持得住 我覺得是厲害的 我想說 這部Pi-8 在相機連接上都做得不錯 它是一個 gentleman 式的相機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Sondy這部電話 在播音歌 我在Samsung的電話裡 如果是聽歌 它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如果Samsung的電話響 又需要講電話 它會立即 take over 所以電話來講 就是first priority 但是如果你是聽歌 或者聽訊息 它就會沒有聲音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連線穩定度上 現在可以在兩部機上 都可以做到hi-res 而且有這個穩定性 我覺得是quadcam的新晶片 當然是英記一功 來到這裏有一下 扯了一下 這裏 小小窄 這一層其實在葵聰廣像來講 一向都是重災區 因為多那些電訊箱 還有基本上我試的耳機上面 這個位置扯的機會都達到80 所以它剛才輕輕扯了一下 因為它很漂亮的聲音 所以接受它這個小小的缺點 現在小室在用Samsung S24 Ultra 的專業拍片模式 指定錄音 就用回這一隻 DNW的TI8來做收音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我在這個 培充廣場的最頂樓 最多食物 賣的地方 自然就超多人 也有很多不同的店鋪 在做生意 剛才有些又刨冰 有些又在做生意 有些又在玩牛雜 所以環境都幾吵雜 不知道大家聽出來 這隻耳機的錄音效果是怎樣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 又到台灣大家 這隻耳機同一個電話 就是一個測試 大家不同的電話的收音 其實都會有分別的 尤其是在錄網聽訊上 所以大家就斟酌使用 實施了這隻 BNW PI8的真無視耳機 就已經差不多了 所有要試的功能 都試給大家看 你要求的音色 是發燒級的級別的話 這隻耳機基本上 就可以滿足到你的 其他的通話 或者是ANC 或者是Connectivity 其實都可以說 是一個合格水準之上 功能上最高分的 就以音色為主 真正的其他功能細項 可能他就沒有其他科技公司 做得那麼多功能給你玩 譬如說ANC的強度 沒有得調校 ambient sound 沒有得調校 或者是耳朵的touch panel 有沒有都可以 每一個工作的部分 都可以tele-make 都是一個以音色為主 還有一個專注在很大部分的研發 在音色上做過控制 譬如你會見到 它有True Sound功能 簡直是原汁原味 最好就是Full Bitway 給你了 這些有很多 其他科技向的耳機品牌 它又未必會給到你 所以如果大家是喜歡 這個BW 或者是喜歡聽音樂的話 這隻耳機便值得大家試試 很多朋友可能在預算上 便會覺得 三千多元買一隻True Wireless 好像真的有點肉赤 所以這個PI-8 下面還有一隻PI-6 那隻PI-6 除了沒有了一個APTX Lossless之外 其實基本上 有很大部分的功能都差不多 當然在單元上會有少許不同 但是之前聽說 威廉sir自己試過 他就說 PI-6其實都很好 而且PI-6的價錢 還要一千多元便可以賣單入手 而且顏色方面 還會比較拚一點 更年輕一點 我相信 今次來講 BW是希望做這隻耳機的時候 除了可以照顧到 一班發燒的用家之外 亦都希望可以吸引到 一些年輕的年輕人 所以你看到 它的耳機的充電盒 其實都小小 而今次出的顏色 亦都非常多變化 亦都很拚拚的 配合這個新潮流 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可以 它這個充電盒 可以站起來 就會更加好 但是當然 真的出無後知 他們這麼多次的耳機 的充電盒 其實都站不到 這個我想都是 我的胡思亂想想回來 好了 今次我們這個PI-8的測試 來這裡了 期望它PI-6出的時候 我們又弄一隻回來 和大家試試 究竟PI-6和PI-8的分別 是甚麼 下次再見 拜拜